郭卓凡議員 我們經常提出民主公義文明 好像他們所做的每一個行為 所說的每一句話 好像這幾天的拉布 什麼都好 都是為了民主公義 但民主公義不是 就是應該尊重、包容、和而不同 講究以理服人、求同存義嗎 但這兩天我們聽到 反對派的同時他們 講盡侮辱人的說話 用盡人身攻擊的方法 不擇手段 用盡最粗皮的語言 甚至身體的暴力 甚至用到屈人性騷擾 甚至利用南京大屠殺 我們國民的傷痛來拉布 這些言行是否代表了 民主、公義和文明呢? 他們是否言行一致 他們的行為 究竟想帶給我們這個社會 什麼信息呢? 我很希望泛民反對派的議員想清楚 是否值得為了這場所謂的大戰 連人格、人性都可以不要 想清楚 你們其實也有很多支持者 他們如果跟著你們這些方向走 以後都學你們一樣 尤其是年青一代 都是有什麼不合聽 有什麼他們覺得不合他們的心意 就不跟你講道理 就人身攻擊你 就用盡最粗皮的語言來侮辱你 侮辱其他人 甚至去衝擊 這些是否就是我們想 給我們社會的信息 和年青一代呢? 如果我們的年青一代 都很像泛民反對派的議員 這樣的言行 香港以後會怎樣呢? 我很希望我們香港整體的社會 都想一想 我們很希望香港發展民主 但我們是否要這種劣質的民主 還是我們想要優質的民主呢? 如果我們想要優質民主的話 我們是否應該告訴泛民反對派的議員 叫他們以後不要再有這樣的言行呢? 今天我們說修改議事規則 如果不是有人在議會裡 濫用議事規則 瘋狂拉布 是又拉 不是又拉 什麼都拉 令到我們議會空轉 令到我們香港寸步難行 我們又需要什麼修改議事規則呢?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需要這樣做 但是偏偏有一群議員 日日夜夜 就說 香港有貧窮問題 我們有病床不足的問題 政府又不做事 又有官商勾結地產霸權等等等等等等 這些這樣的對白 在議會裡是無限地露出的 這一篇的演詞 是任何一個議員 說任何一個議題 任何一個拉布裡面 他們都會重重覆覆地說 早兩天 我們在立法會 有一個公聽會 是說 長者和一些善中的服務 又有前議員 長毛 又來到發言 他發現又是沒有說 沒有說究竟有什麼建設性的事情 有什麼事情大家可以一起做 政府可以做 一開口 又是重複回剛才說的那些事情 因為 最後說了 因為你們修改議事規則 所以 就解決不了問題 他就提出 他以往 連連都在議會裡拉布 就是為了爭取解決這些問題 主席 我想我們大眾市民 都已經聽了十年八年 拉布為了解決社會問題 但是拉布事實 是否解決到社會問題 事實是解決不了社會問題 拉布解決了什麼 這麼多年來 沒有的 除了令到所有事情都無限拖 創科局拖三年 港珠澳大橋拖 所有的基建工程拖 除了拖之外 其實可以解決到什麼的社會問題 反而製造了另一些問題 這幾天我們又聽到 郭榮鏗議員 重複了很多次 在不同的場合 他也有說 沒有啊 拉布哪裡有問題 好像上屆立法會 所有的議案 九超過百分之九十的議案 就是如期通過 撥款又撥了二千多億 那有什麼問題呢 我收到無數這麼多市民的反應 當然是有問題 怎會沒有問題 本來應該早就批 到最後那一年或最後那一月突然之間批 怎麼會沒有問題 你問問工程界的朋友 盧偉國議員 有沒有問題 當然有問題 現在建築界、工程界的朋友 要不就飽死 要不就餓死 要不就 多事做到不得了 要不就沒有公開 怎會沒有問題 你問問病人組織有沒有問題 想改革一下醫療體制 不行 醫生不滿意 那就拉布 拉死你的條例為止 我們想引入多些醫生 又不行 不合聽 拉 不喜歡 拉 逢跟中國有關的 發展的 拉 說政府不做事 政府做事 想解決房屋問題 新界東北發展 拉 是不讓你做的 真是 什麼都你說了 你們說了很多年 拉布是無法解決問題 你們的行為也無法解決問題 其實解決問題 有很多有建設性的方法 我們明白 推動任何一個政策都不容易 推動任何一個政策都要做很多很多遊說的工作 都要做很多很多商議 都要做很多研究 你們為何不去做一些有建設性的事 都要用一些破壞性的手段 說要去解決香港的社會問題 最非以所思的就是 不知為何還有這麼多市民信你們那一套 認為真是拉布可以解決問題 我們今次修改議事規則 並不能盜絕拉布 我們沒有封了道門 就說以後禁止不能拉布 沒有這件事 我們只不過是希望 令到議會可以重回正軌 可以令到一些濫用的程序減少 我們仍然沒有辦法阻止你們 一會兒打算衝擊 我們阻止不了你衝擊 你又要佔領議會 我們又未必阻止到你佔領議會 你要暈倒地 浪費時間 這些我們都阻止不了 但是想清楚 如果真是愛香港 真是想香港好 真是想香港有發展 真是想發展經濟 想改善民生的話 是否要做這些事呢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 不分黨派 真是為解決問題 幫香港市民做實事呢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而是要在議會裏不停鬥爭 為什麼大家作為議員 不可以有商有糧 有傾有講 一開口 就要用狗 豬 人渣等等 來侮辱其他人呢 作為議員 你們不覺得有失身份 有失人格嗎 主席 主席 有關 為什麼我們要修改議事規則 的詳情 以及為什麼我們要反對 其他反對派議員的修訂呢 我們有廖長江議員 陳克勤議員 周浩鼎議員 以及其他的建制議員 已經詳述了 我在這裡不再多說 我很希望香港的市民大眾都明白 我們今次的行為都是逼不得已 還有是我們一定要做 我們的目的只不過是想 香港可以重回正軌 我們議會可以正常運作 我們可以為市民 為香港做多些實事 多謝主席 謝謝 謝謝